地主还是水不良山的中间力量 水不良山有两位出了名的大地主 咱们小子先不说啊 咱先说大的 一个是卢俊逸 一个是小区和柴晋 大地主给梁山提供了什么 提供了自分支持 说白了水不良山头半截吃的是柴晋 头半截吃的是柴晋 他俩家产最多 那么柴晋呢 他作为地主来讲 还是根层苗胜的地主 祖上呢 是后周皇的柴晋中 可以说黑黑后台比较硬的地主 在这个财晋作为地主来讲 他在乱世当中 就会说大路都很严 他不准你好处 所以你看财晋为什么结交那么多讲考案 因为北朝末年比较乱 他作为不假一方的地主 他要保护自己的所有财产 所以他要结交这些黑白两道民主 来护着自分 好家一事三教九流 只要路过这里 大都是来装上寻找资助 你知道我好这 这长日酒 常有钱杂人的混合 没见过很多 可即使这样 他在跟土地阶级内部的一些邪恶势力斗争的时候 也落了下风 那么他的叔叔 让这个高唐州的知府的小舅子 几乎就上了 结果财晋去了 想搅合这个事 没想到的是 这小舅子太欺负了 最后李肥忍不住了 把这高唐州知府的小舅子给宰了 这下惹了祸了 把财晋关进监狱了 照理说财晋有单数铁卷免死 财晋还有先朝太子单数铁卷 谁敢下刑罚 都我 这时候你发现不将的一个坏 等了一波梁涨 还会接了 这就财大棍人 财大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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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 那就诚心告诉财晋跟梁山反贼有勾结 断了你后路了 你再待出财卷免死 你反贼呀 你顺从我 你有这些优厚条件 你成了反贼了 我能挂着你吗 所以诚心断了财晋 跟这个大宋皇帝之间的这个关系 结果呢 有人说宋江干嘛去 根本不是想救财晋 冲着财晋的家产 那里边就写了 宋江朝地朝忙 把财晋家产都换梁山去 所以这个大地主呢 是梁山的一个重要的 财产来源 包括卢俊一 也是宋江给右肩上山 哥哥放心 不消半月 那吴俊一必打梁山经过 到时把他算上山了 哥哥小以大意 此事必成啊 他如果不愿意留在梁山呢 我有亲居反尸 骑在他家的墙壁上 到那儿 他想回家也回不去了 真是果然好手 你大会儿琢磨走吗 像财晋一公义这样的 他能愿意到梁山落草吗 都是宋江使这种奸机 给他们带上山 没办法的 其实他们心里头 不一日不想的 恢复过去的荣光 不假一方 有权有尽 能愿意到梁山落草吗 所以像地主这些 他是不愿意完成这个好梁山 被逼无奈 你再想小这种 你先撩李英雄 你这装装 一荡清素山 他俩也是 跟朱家中联影 到最后呢 梁山打来了 这两个装也受到惩害 被逼无奈 没办法了 自个儿只能通过梁山 没定去 所以这些 大地主也怕 小地主也怕 没有谁 是真心实意地 想通过梁山 所以这些 大地主也怕 小地主也怕 没有谁 是真心实意地 想通过梁山 所以一旦有招安的几乎 影响 他们不想恢复 过去的荣光 我就这样讲 这个曾经付国 就要付国 当然想回去了 那多孝悦自在 所以这些人 是绝对拥护 不一样的招安政策 我在招安 能恢复过去的荣光 我可能还增了一些资产 和乐而不为 这是地主 第二类的人构成的 是官 叫官吏 这里有文官五官 文官我们是比较典型 像宋江 一个压师 那作为压师来讲 宋江一门心想 报效朝廷 好汉 怎就不能干一番 惊天动地的伟业 留一个中军报国的美名 两山好汉 只有顺应天意 报效朝廷 才是正路 所以宋江呢 最后也是招安的主导力量 他有他的阶级理想 认为那个是正宗 咱们再看武官 武官里头呢 大多数都是原来的 统治阶层里 掌握着一定权力的 一子二子大道官生 像这样的人物 你像什么小立广 花荣 什么这些人 本身他也拥有 一定的武装力量 那么他们投梁山 各种各样原因都有 但也是走的 跟宋江的路一样 就说白了 宋江把他们给坑了 花荣一生敬佩哥哥 远欣从哥哥 我在何处 你是何人 在下宋江爷 这些都是我梁山兄弟 宋江 请将军入火梁山 一同替天行道 我要是不答应呢 将军不答应 宋江 并不起来 所以就这些人 等于也属于 被被无奈上了梁山 人家原来在统治阶层里 有地位 只不过过得不如意 这回转一圈 我再回去 可能地位有低声 所以他们这些人 当官的是 都愿意回去招案 东兄弟 只是暂居水泊 一心替天行道 尽忠报国 等有朝一日受了招案 在尽忠报国 为时不安 没几个不愿意招案的 因为在那个体制下 当官之后 等于被洗脑了 谁愿意正经有功名的人 最后沦落为草寇 为这个朝廷所不耻的 所以他们不愿意 肯定不愿意在梁山落草 被逼无奈 行水骨势力 再回去招案了 等于回归正轨了 所以这是这部分的 就我们看地主 当官的 这肯定愿意招案 不愿意造反 那么还有第三类人 我们说知识分子 这个知识分子啊 这里边其实就三个人 神算的奖金 胜手书生敲让一下 知多心无用 这些人呢 跟这个官吏 和这个地主想法不一样 他们本身呢 也是属于受迫害的 你像这个无用 基本就是春学先生 没捞着什么功名 底层知识分子 可是因为他有知识 有文化 他想着比那些马汉子 想着深远 大哥 我们何不去梁山安营扎寨 巨重 岂是呢 平大哥在江湖中的声望 定能招引天下的豪杰 共图大业 他们呢 往上呢 跟统计阶级没多少感情 他也意识到 你像无用 就清楚地意识到 这满朝文武 艰险巨多 不好打交道 但是这些人呢 又不愿意混同为草控 那么他们的利益诉求是什么呢 我自个儿的利益是最重要的 我自个儿别吃亏 你们像无用 衡量再三 觉得在梁山落草 不是长久之际 支持宋江赵安 我就不信 回报国屋门 就是 你要帮我做成这件事 为了赵安 他费尽周折 用心良苦啊 还不是为了弟兄 能有个好的归宿 不用是典型的维力士组的 原来跟着朝盖 一看宋江这得势了 跟着宋江 哥哥高了 或许功名哥哥想得远些 大哥切不可负极出山呢 我注意已定 军事不要再劝说了 朝天王 虽是折剑为师 可今日又未曾捉的那人 山寨岂能无主 若哥哥不肯做 其余 都是哥哥手下 谁人敢当此位 就是知识分子 哪有力 这些底层知识分子 向哪靠拢 所以这些人 也不是反抗朝廷的中间力量 他们是根据自己利益划分 怎么合适怎么来 那么第四类人 是水不良山最多的人 什么呢 土匪 恶霸 流氓 地痞 无赖 小偷 这伙人 这是水不良山最多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伙人里头呢 什么样的人都有 你比方说 诗签就是个暴墓贼 白蜀是个偷鸡摸狗的 连赌在偷的 这么一种 你像李慧 本来是个杀人犯 后来篡改党案 混到这个监狱 梁山是最多的 叫恶霸流氓 你像阮氏三雄 那就是愚霸 人就不回独师主 是白两沙坡的主 那么这伙人在起义里边是中间力量 他们的大致是他们的大致是在原来的生活状况下活得很不好 或者他想追求更自由的生活 所以他们造反 对现实不满 可是这会人如果现实稍微满足了他们的欲望 他们没有远大的理想 可是这会人如果现实稍微满足了他们的欲望 他们没有远大的理想 也没有什么政治抱负 这里有吃有喝 宽敞快活 哭便得哭 笑便得笑 连天王老子也管不着啊 跟哥哥们在一起 给前天五个县令都不干呢 如果皇上真的招安 请你们进京做官呢 我们都自在惯了 做的什么鸟观 想都没想过 就是这些人呢 也是有的盲目的听公民哥哥什么样 像李逵你说造反我的造反 你说招我的跟你招安 有的是觉得有可能不合适 所以主动退出的 这也不是没有 但是这一伙人由于没有明确的政治理想 不可能成为反抗朝廷 或者说归顺招安的中间力量 所以你看 刚才我把这四类人分析一遍 你会发现 没有哪一类人是坚定的反抗朝廷的 倒是有大多数起主导作用的人呢 是愿意归顺朝廷的 是愿意归顺朝廷的 是愿意归顺朝廷的